非常地自立 自主堅強 去面對所有的挑戰 他爬上洗奶山 你看他這樣的身體 他爬上洗奶山 非常地不容易 我爬得很辛苦 今天都 你看我的穿鞋子都腫起來 實在是 真的是腫起來 我也看到 其實我真的是看到阮老師 還有另外一個鎮長老 他們都70歲了 女生喔 70歲 這是他 阮老師第三次爬 我看他們這樣爬 都爬上去了 我這個年輕人還不上去 那算什麼 就怎麼可以這樣子 跟著這樣子上去 所以跟很緊 我很怕 我是變成這樣護膽 真的 我很怕 如果本來就腳 就有點受傷 所以我這個過程真的是很感動 所以真的是 就像正經講 個人不要擔負自己的事 也要擔負別人的事 在團隊出發的時候 你會發現 每一個人個性都不一樣 有的就會 有的就會做什麼這樣子 可是大理上說來 大家都這樣亂對 這樣好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照顧別人的需要 照顧自己的需要 都這樣重要 這兩個意義都這樣重要 這次保羅也是在這個分析 這樣交代他們的 然後另外呢 保羅也在講到 基督的榜樣是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保羅這麼的在乎基督 為什麼他這麼願意為基督而活 為什麼他未來的人生就是為了基督而活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看到 耶穌的生命很大的不同 耶穌的生命改變了他整個所有過去的價值觀 所以他過去 萬事對他來講都非常的重要 過去 可是當他遇見主之後 他的整個價值觀完全被改變了 他第一個就是要我們學習 以基督的心為心 這是基督對我們的榜樣 他就講到說 耶穌這個部分大家都很熟 這段經文都很熟 就是講到說 耶穌本來是神 他有至高的位子 可是後來怎樣 他自己把他成為一個奴仆 那你要知道說 我這次就看到正義師也是這樣 還有正長老 就是帶隊的就是正長老 然後正義師 他們兩個真的就是像 就是一個領導者 可是他們卻是 你知道嗎 連廁所 男生女生上廁所 正義師都還在後面喔 守護著 來 全部的人都怎樣進去 然後我們男生那邊完了 然後女生那邊過來這邊 然後弄到最後一個結束的時候 他才離開 你知道那種 所以我真的很謝謝正義師 他那種 一個領導者 就像湖湖一樣 照顧揚取每一個人的需要 然後推著每一個人這樣往前走 所有照片都是他一個人這樣 叫叫叫叫叫叫叫 你快就完整了 我就覺得說 快很準 真的是快很準 好 很有效能 我真的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那我覺得他真的是已經七十幾歲了 他還七十幾歲 他比別人爬得更快 但是他在後面守護 我都覺得說那個精神 他就像那個後面喔 看哪一個羊群沒有看到 他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這一次藥物本來他昨天跟我們分享 他說昨天那個 他說他每次出去帶人家出去 藥都剩下很多回來 昨天喔 都沒有剩下對不對 他說用不夠 很多人生病 在心裡也看到 因為冷到不行 全部的人冷到不行 我都發抖了 但是喔 感謝上帝 我竟然沒有生病 要不然我今天要講到 大概也是 然後久不被常感 可能都啃這樣 你看神就保守我 沒有生病 我覺得這些事情 至少健康還平安 站在這裡 我就覺得很感謝 很感謝 那你看 祖耶穌也是這樣 祂就是成為人的果樣 在服侍我們 照顧我們 然後犧牲祂的生命 然後還好祂有復活 今天我們才能夠去耶穌 要不然你們也沒辦法信 所以我覺得說 那是卑微 祂自己謙非 在服侍我們人 真的是很重要 祂不一定要是這樣 那個目的只是為了愛 你知道我昨天在上那個摩西的那個 那個西乃山的時候 我不是昨天啊 就是這一次去上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你知道嗎 全部都沒有看到一根樹耶 沒看到耶 全部都是方便 人家我照片給你看 然後都是爬坡耶 沒有平路耶 一路上都在爬坡 還好前半段是駱駝 幫你們帶上去的 那駱駝 我們半夜十二點半出發 凌晨十二點半 所以你知道嗎 從來沒有經歷過 整片黑暗 可是呢 有月亮有星星照亮 我跟你講 然後駱駝就是我們的眼睛 駱駝就是我們的眼睛 然後就這樣帶上去 駱駝都走在懸崖旁邊 就是 這邊就是掉下去的 然後他就走在那邊 我就很想叫他過晚一點 過晚一點的 但沒辦法 他就是走那個 因為他們被訓練就是要這樣走 所以我們還好 那個領導者跟我講 我們才把那個恐懼拿掉 要不然真的是 還好是黑暗 所有人都說 還好是暗默默看不到 要不然的話 每個人都心心膽膽掉 無法走到一個多小時耶 坐了一個小時 才上到那個駱駝的那個站 那個站 然後我們才用走路的上去 又一個半小時這樣子 所以這樣來回 我們從12點半出去 然後回來7點出 所以總共走了 快要7個小時 前後這樣子 真的很厲害 我就覺得 41個人攻頂 41個人往 41個人去 然後43個人呢 留在中間拜三腰 因為有很多比較胖的 那個真的是有困難走上去 比較辛苦的 然後呢 38人攻頂 這是創下世界紀錄的 我們這一團 真的很優秀 都上去 所以我就很感動 那個就是生命 那個過程啊 這個是生命 然後呢 這裡講到說 凡至高的怎麼樣 就必降無悲 那自卑的怎麼樣 一室很高 所以你知道嗎 謙卑比什麼都重要 謙卑 這個自卑不是真的是怎麼 自己看不見 自己對自己沒信心這種自卑 是說謙卑自己 所以神主當驕傲的人 神主當驕傲的人 然後呢 私人給謙卑的人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謙卑的人會被神高舉 真的 那我看到這一次也是一樣 很謙卑 在服侍所有的人 看見博老師帶給大家很多的歡笑 你知道他每天到 一天到晚都跟他哥哥在那邊 鬥來鬥去 然後跟那個領導者 就是他的小叔 領導者就是他的小叔 就是我這次帶我們的正夫人長老 他就是他的小叔 他也是跟他這樣對來對去 你知道那種對話喔 真的是非常感激 我們每一個人 那種快樂喔 就是歡笑 快樂 鬥趣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都小罵 但是你就知道 柳老師的特性 你不是不知道喔 反正就是很有趣 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過程喔 真的是充滿了很大的享受 就是人對人之間的那種 團隊的享受 還有看到這個大師 很大的享受 那神也是這樣子來 關心非禮教會 非禮教會的人 神也是要他們做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這個部分 不是在非禮教會那時候說的 而是說剛剛在講說 人要成為母國的樣式 神要成為母國的樣式 所以人要謙卑 不要驕傲 這個很重要 再過來就是說 要順復神的心 他說 因為你的例子 行事 然後都是這樣 都是神在你的心裡並行 所以你要記得喔 所有的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真的是 用神的心力來帶你們走 如果你走在神的心力當中 你會發現 你的生命會很大的不同 你會發現 當你順復的時候 你少走很多路 可是當你不順復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等一下 很容易 繞一大圈 繞我繞 然後再繞回來一點點 有沒有 摩西也是這種狀況 一開始也是這種狀況 後來到順復的時候 慢慢來走向一里之地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我想 那個順復很重要 我們需要學會順復 然後順復就是為了成就神的心力 這很重要 我自己也是希望 我真的覺得說 我們要不斷的 就是內在裡面不斷的反省 尤其這次我去聖地之旅 我就有這種感覺 真的是要順復 真的要順復 順復帶來著 你順復他就對了 你不順復他 你就會發現你走很多錯誤 還好他們過去很多前面的經驗 所以他不知道什麼時候 什麼狀況 事先都告訴我們 所以他們都是有經驗 我們的天父爸爸不是這樣嗎 我們的耶穌不是這樣嗎 祂什麼都知道 所以你只要聽祂的話 按照祂這樣子走就對了 聽話 聽話就比較好 好 那他又告訴了一位教的人說 你們怎樣 不要發怨言 你們所做的事情怎樣 不發怨言就不會起正論 你會發現 這個人抱怨 那個人在抱怨 如果很多人在抱怨 你就會發現怎樣 很容易起正論 那就衝突對不對 可是你看如果不發怨言 不發怨言 所以很多事情 你就是順著 跟著這個過程再走 你會發現 這個過程就是很圓融 很圓滿 很和樂 那個服飾起來就是很喜樂 很喜樂 那他又講到說 要誠實 不虛惟 好 因為我們這個世代裡面 常常有欺騙 常常有不誠實的作為 常常會自以為意 可是神要我們怎樣 做誠實人 做無瑕疵的人 這很重要 然後還叫我們怎樣 要做光靡之子 要做光靡之良 照耀別人 所以我這次看到好多人 都在做照耀 你知道那個洪健人長老 他都跑在前面 跑去又跑回來 跑去又跑回來 給別人多了好多 要幹嘛 拍照 就是在捕捉 每一個人的畫面 然後捕捉這個 上帝狀況的大自然 這個都會讓我非常感動 那個心 然後我看到他有一天 突然聽他的照相機 最後一天的時候沒電 我就看到他攤在那個 我們在做他一起 國館的群體的時候 國館的介紹說 我就看他累到 坐在那個牆角 我看到那一幕 我非常的心疼 就覺得說 你看他這麼盡心盡力 跑完全程 然後到最後一天 是因為沒電的 他也完全沒有電 所以他沒辦法照了 他已經完成了任務 我就覺得感動 真的感動 那個心啊 他也是在照耀別人 然後昨天呢 他回去 就一直整理那些照片 真的要半夜 不知道他要整理多久 因為他說 可能要一個月的時間 才喝一瓶出來 你就知道他這個多用心 多用心 都覺得整個過程 通常都覺得很感動 因為很多的愛 在當中 透透的 非常重要 然後呢 今天我講的基本就是這一段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叫我在欺負的日子 好花我沒有通好 也沒有徒老 他在講這個生命的道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看看什麼 我把剛剛的妹的 把他湊在一起 這個我剛剛有講過 第一個是怎麼 來 大家來練 預備 來 來 與祖父神的心為心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祖父神的心意 第三個呢 凡是謙卑 第四個 佛法願言 第五個 誠實文偉 第六個 除了我 我必至此 照亮別人 好 這六個剛剛我都講過了 你有沒有把生命的道 然後把它表明出來 活出來 那個生命的信息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 在我們生命當中 一起學習 報告我們 我都覺得 這項子裡之後 我發現我非常多的不足 非常多的 跟神的關係也非常不夠 我都覺得 過去的避難的這些信仰前輩 他們怎麼去克服這些困難 我都覺得好 好大的感動 你看 我們鞋子穿得好好的 我們還有交通車可以坐 他們什麼都沒有 徒步欸 然後在乾地上 乾他的地方 沒水可以喝 然後沒食物可以吃 這種狀態之下 這樣很重 那摩西是這樣四十天 我們是只有五六個小時 而且我們還有很多領隊 食物也大家可以分攤 我們還有肉頭可以坐 那時候還有肉頭 不一定喔 那時候沒有 都徒步喔 就有享受 我們實在是太幸福 真的是太幸福了 所以今天我們能夠享受 能夠認識神 那是多麼大幸福這件事情 好 那這也講到說 基督的日子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在主再來的日子 主再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盡力的 去服事人 你有沒有盡力 以神的心為心 去做哪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斷的在自我去 看到自己的狀態是什麼 這段經文一直在做 做我的自我反省 我也是這樣 一直在做自我反省 神再來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真的是 我們有沒有交白卷 還是我們真的是 按照神的心力在做事情 很重要 所以呢 在這個第十七節跟十八節 他說我以你們的信心 這個是菲利比這個是保羅在 在佔的這個菲利比教會的人 他說我以你們的信心 為貢獻的祭物 什麼是信心 他就說我用 因為他對神有信心 然後他把神擺在第一位 那保羅呢 將菲利比教會這些信徒 就是教育他們 你們要成為為主而活 為基督而活 那他看到他們 真的是願意這樣做 而且他們也活出來 也行出來 所以呢 他說我如果被交電在其上 也是行的 保羅說他被交電 什麼是被交電 在猶太人 他們在做這個 貢獻祭物的時候 這是非常重要的儀式 那弓箭禁錄的時候是牲畜 就是一個牲畜 然後在那個台上 然後呢 又有膠在上面 意思是什麼 獻祭嘛 他們就是獻祭 那保羅也是這樣 他說我也願意就像這樣子 看到你們為主而活 我心裡面很喜樂 我看到你傳給我很喜樂 所以呢 我心裡面也願意 如果我成為一個交電 就像這樣的祭古 現在神面前我也甘願 而且我因為這樣 我覺得喜樂 你看 在廚師當中 他就這麼喜樂 他願意貢獻他自己 貢獻他自己 而且願意跟大家一起濃功 那就是一個喜樂 所以他不僅是 他覺得說他這樣獻讓自己 他喜樂 而且他邀請他們所有的人 一起來 也要喜樂 一同喜樂 所以你們要遇我一同喜樂 所以我告訴你們 喜樂心乃是什麼 兩要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們 如果今天我們信耶穌 我們生命裡面 都充滿了恐毒 充滿了重擔 充滿了壓力 你會發現說 因為這樣的服飾 我們就要來不斷的反省 是不是過重 如果過重我們就要減輕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 想想你自己的 覺得我們可以做多少 我們就服飾多少 然後呢我們是用喜樂的領來領受 然後一個人一個簡單的服飾 但你不覺得是壓力的服飾 是喜樂的服飾 多麼難 你看保羅是這麼多的沉重負擔 摩西這麼沉重的負擔 可是呢你看他都每一個都戰勝 一個一個戰勝 克補種種的困難 這是這樣子 然後呢 他剛剛有講過說這個教練 再來就是保羅知道 不是非禮的幸福 他為什麼會這麼喜樂 是因為他看見他們怎樣 活出基督的樣子 學去愛人 而且剛剛那六個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生命的道 他沒有活出來 所以他覺得喜樂 是因為這樣一個喜樂 這是保羅認為的喜樂 所以我們來看看 保羅他很清楚自己的價值 自己的目標 自己的活著的意義是在哪裡 所以他很清楚 他要往哪裡去 他最主要目的就是 傳承的意義 為主而活 這是他最主要的事情 然後他看到非禮的教會 這樣的人 跟著他一起予以改變 一起予以心臟 然後讓生命 成為一個基督的樣式 這個也是他很高興 而且每一個人都活出基督的樣式來 他也覺得很高興 那我們等一下 他有很好的鋒功 就是提摩泰 還有尼巴勃體 那我們來提他 這兩個人 他們怎麼樣去欣望福音 提摩泰呢 他是怎樣 他對待保羅像什麼 自己親身的父親一樣 然後那樣的愛 愛這個父親 就是提摩泰 如此的愛這個爸爸 就像爸爸這樣 接待他 愛他 守護他 看護他一切的需要 他叫他做什麼 他去做什麼 所以他都很順 然後呢 他跟他的關係就很親密 那保羅呢 很等他 有 父子關係是很親的 他疼他 但是他愛他 兩個人彼此那個關係 是很親密的 守護 然後他呢 不怕在床子醫 不怕艱難 不怕的就是 勇往直前 就是二床子醫 而且願意跟 跟保羅怎樣 一起承擔 辛苦的地方 做的事情 很多時候是很辛苦的 我們服事有時候很辛苦 但是他願意跟他一起 很承擔 很難嘛 而且他完成了保羅 所交代的每一項任務 他都交代了 這是提摩泰 那另外一個人 是宜包國庭 那宜包國庭就這樣 跟保羅像是好兄弟一樣 關係 剛剛是父子關係 現在這是什麼 兄弟關係 所以好同工 好同工 那保羅任何的需要 本來是 非禮教會派不到國庭 然後去照顧這個保羅需要 但是呢 很多需要是 他們非禮教會沒有交代他的 但是保羅有需要 他原來怎樣 去捧 遮捧遮蓋 那個漏洞 幫助他 所以讓他覺得 廣播覺得很瘦這樣 安慰 你看 我們如果交代同工 一起幫補 你會發現很大的安慰 就像愛音樂感 然後有文雄校長 跟嘉欣姐的加入 你看幫補了這個團 哇 多大的安慰 減輕了育體的負擔 那這很感謝 對不對 對啊 這個很辛苦 所以互相幫補 那就是一個關係 很重要 所以保羅 後來你知道嗎 伊巴摩迪 後來就是病得很嚴重 快要死掉了 然後他 非禮教會的人很擔心他 然後他看到他這麼擔心 他又很難過 那保羅呢 也很心疼 所以就送他 伊巴摩迪 叫他等一下 他也回家 回去那個非禮教會 讓他們可以互相照顧 互相異位 彼此送你 這個就是什麼 同工的關係 那個服飾裡面 大家彼此相對彼此愛你 彼此照顧 這不好 我希望我們的生命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一起學習 那種服飾的行動力 這是神要學習的 第一個就是 肢體之間彼此彼此幫助 彼此照顧 以前紅青生病的時候 好多弟兄姐們為你禱告 然後禱告會的時候 團體裡面 長職 牧者 全部都在為你禱告 那很多人的關係 不管是生活的需要 或者是這個過程裡面 你是彼此幫助 這就是神給我們的教導 我們只是用神的教導 然後活出來在你身上 那今天看到你來 就是今天啦 從那一天一直到現在 自從他出院之後 然後可以行走的時候 你看他一直到這個當中 我真的是非常感動 非常感動 謝謝 謝謝你來 真的很棒 彼此福祉 那個就是一個心愛 這讓我們彼此守護 還有順服 這一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 我如果以前順服 我大概就不會三十年後 才當傳導人 也許三十年前 也不太適合到傳導人 也有可能是這樣 神就一樣一樣裝備 過去的確這樣的裝備 所以順服神的心力很重要 再來就是萬七的建造 在服事當中 如果我們華語堂 每一個人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 誰生病了 誰心裡軟弱了 誰身體軟弱了 誰身體軟弱了 不管身心靈哪一個地方軟弱了 大家彼此幫我 彼此照顧 你會發現 病痛特別快好 為什麼 因為有愛 愛就會讓你得一致 心裡能不能得一致 不是嗎 這是一個得一致 我覺得這真的很棒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你的愛 愛是什麼 積極給對方需要 對方需要 你給你一公英 那就是愛 那也是活出神量 這是非常棒的 所以在服事當中 應該是你喜樂的事情 所以 我們每天成為別人的祝福 好不好 然後 我們每天都別人祝福 好 然後服事當中是喜樂的 不要這麼壓力跟忍耐 好 再來 我要講的就是 剛剛其實我講的蠻多的 我要給你看 自己我要給人看照片 我給人看照片 直接給你講 這是我們 上西南山的駱駝 半夜色點半出發的 這是我們 上到駱駝站 就是我們下駱駝 就是一個半鐘頭之後 摸一上山 你知道那個 山多高 然後那個風 咻咻咻 這樣子 很多人的帽子 因為風很大 帽子就掉了 然後呢 沒有遮掩的 你知道這個 這個這個 什麼耳朵啊 因為你沒有遮掩的話 很痛 因為凍僵了 很痛 很多人感冒是從那一天開始感冒 就是那一天生病 我們因為不知道那麼冷 說真的不知道那麼冷 所以沒有保護的東西穿那麼多 然後遮蓋也沒有那麼多 還好有帶 但是有些人都被風吹走了 那有些人怎樣 自己的愛別人 然後就把自己的帽子怎樣 脫出去給別人 然後他自己生病 給我了 給你了 不是 那就是有人把帽子給別人 然後他自己就生病了 那個是種承擔 然後愛 那你就看到那個愛的過程 那真的是團體 我就覺得 今天要講的經文 跟我要去朝聖之律 怎麼那麼密集 神魂那裡的心意 剛好想到這個主題 這個是有審擔預備 那你們這一群都是上山人 好 那這個時候 沒有沒有 這個是上山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等待 不是下山 下山在等待 就是下山在等待 等待什麼 等待那個太陽日出 那個太陽日出多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招不知道誰招 這招是正義式招的嗎 我從群組裡面抓下來的 因為我的相機不行 照起來很漂亮對不對 你再看另外一張 這張是 這張是 上到西乃家公領的時候 那一組一組照 因為沒有辦法全 因為完全是暗龍風嘛 所以呢 這意思就是說 來大概十個人一組 然後大家一起照 十個人四個人 所以是十個人一照 所以這個是我們第一批上來的人 第一批上來的人 第一批上來的 就是先照這樣子 所以我有這一次 因為這是我那個 好 那我們再看看 所以這些 這個過程當中 看到這個摩西的那種 四十天走況也是路 我其實我非常感動 難怪他會 我以前都不太懂 為什麼那麼多的抗拒 他不是一直很抗拒 應該要領受這個護照嗎 他很抗拒對不對 然後 我就知道 為什麼抗拒 因為代理 你看齁 我們這一團 十四 十四天 然後呢 四十六個人 欸就很累死人了 那個拜訓的人就累死了 這意思應該也累歪了 真的累歪了 有沒有 他可能 你看我 我的分子他都好不快 我覺得應該是很吸引 很累的 你想他這個摩西齁 他帶一百多萬人 欸吃跟住就是一個麻煩 對不對 交通工具也是一個麻煩 對不對 我們還有多輪車可以坐 對不對 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坐 很多的便利對不對 可是他沒有欸 欸 還會在那邊繞這麼久欸 然後他一個人上山 四十個人 四十天欸 一個人欸 我們是一群人上去 大家彼此保路欸 他一個人上去 怎麼都沒有保路欸 那個地板都是 石頭路都是會受傷的 那個傷很累欸 我在想 這樣上山 我在想 這怎麼回事 這樣你可以上去 所以就知道那個摩西 我反而很 我這次很重犯摩西 我覺得摩西太穩大了 真的我就覺得 上了一個新海山 覺得摩西要穩大 好 那我們後來到了這個 比特拉 那這個比特拉 你們看到有沒有感覺到 人很小 然後山很高 這個 這個 你知道高 其實會有到 兩百 欸 都這高多少 最高 你這樣只有講 新海山喔 對啊 不是新海山 比特拉 這叫旁邊一百 旁邊一百公尺的高喔 啊我們在那個 舌道裡面喔 這樣同喜它的時候 喔 好高喔 這樣子 你看這是照到的 上面還能照到的 你看 那大家都在這個 山 舌道裡面 走路 走路 雖然走得很辛苦 但是呢 這個還沒有西海山辛苦 西海山比較辛苦 這個 這個還平地比較多 好 我現在讓我們看這個景觀 是這樣子 怎麼樣 有沒有覺得 這是那個什麼 欸 法貴基金就在那邊拍摩 那可以傳到那個地方拍摩 那你看 這個 前面有四個柱子 那個鄭醫師說那個是 每一個柱子裡面都是 有一個 一個什麼 過那個鈴木 就是死了 過世的人 所以要看 然後中間有個洞 那個地方也是有一個人 然後下面就是餐廳 這是鄭醫師說的 我是聽他解釋 要不然我什麼都不懂 那本日記就是一個景 我覺得很奇特的景 他被發現 然後他這個景 你看一個古老的景 在一九 欸這個是一九多少的 被發現 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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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八幾年 一八一二 一八一二 被發現 所以你看這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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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他們的去說 好 這是在約旦 這個地方在約旦 你看這個畫面有沒有很熱 這是一個法院 然後我們上到那個上上去 那個整個天花板全部都是彩色的 真的覺得很奇妙 這個不知道怎麼弄的 我也不曉得 弄得非常的 喔 是覺得真的很叛額關子 非常 非常壯觀 那感覺就是很震撼 我去到那邊 如果覺得此色沒有遺憾 來到這裡 此色沒有遺憾 真的 那種感覺 一定要去 我跟你講沒去的人一定要去 但是最好是 最近是那種規劃的行程 才有辦法去到那麼多地方 我今天只是想一小就問而已 好 你看這個是昆南 另外這醫師也是給我們按下去 這是一個什麼 四號洞穴 這樣 都很壯觀 這是另外一個印象 發現那個什麼 石海 伊塞亞蘇 對 伊塞亞蘇的那個石海蘇捲 就是在這裡 好 那整個過程 我跟你講 百分之八十大概都礦點殺地 那這個過程 我稍微一看 整個路喔 兩百多公里喔 都是在看這個 你就知道說 真的是鳥不生蛋的地方 你看他去哪裡幹嘛 這還有草 一點點草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就是這種感覺 幾乎很多地方 都只有感覺 都讓你看一下 這樣看好 你就知道 這個是 我現在只是讓你看環境 地理環境是這種狀況 你看這種天啊 所以你看 沒看到 沒看到什麼東西 真的是 唯一看到的樹就是 豆夾 那是什麼 造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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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看到只有造假物 所以 你說哪裡好 當然是台灣好 那個食物你會混到 都是混的 全部都混在一起的 很多的雜物都要混在一起 我沒有造到食物 我應該去造那個食物 每一餐都差不多差不多了 可是我跟你講 要很感謝 這些 這麼乾燙的地方 還有這些東西可以吃 我跟你講 就是有感謝 怎麼再怎麼樣苦 你們要把它吃下去 真的是很 就是沒辦法 因為為了維持 有體力要爬山 要幹嘛 一定要把它吃下去 所以齁 他們已經找到最好的餐廳泳池了 真的是很享受 走去某個過程 如果以當地的地球來看 他們是最高貴的食物 但是我們去給他寫這要命 你知道嗎 那個感覺 你知道每一人都 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大家很想念台灣的食物 泡麵 然後大樹粉 然後大米 人人都想念這個東西 所以說台灣多享受 台灣多享受 所以 我要這樣跟你們兩個說 整個過程當中 我看見上面很大人 在其中 聽說另外一隊的人 他們上去有冰 他們 西南山沒上 沒上層 因為大爆風雨 還是下雨下很大 在北部是冰跑 冰跑 在北部冰跑 在南部是大水 他們都 所以他們都 我們是天氣好到不行 我們去到哪裡 本來是下雨了 我都覺得因為下雨 馬上要帶著地板 好像下雨 如果去到那邊 剛好陰涼的天氣 本來很熱忍的陰涼 喔 感謝神 所以反正到哪裡是感謝 所以我覺得說 真的是感恩在感恩 我們也要為那一團 祷告 求上帝也恩待他們 讓他們能夠看到 他們想要領受的 去看就不一樣的領受 雖然有不一樣的境遇 但是呢 也要獻上感恩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 我們生命當中 我還有很多想要說的 但是沒有時間久 那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請張寧來分享一點點 一點點 來張寧 謝謝 幾分鐘 好幾分鐘 請張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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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山林 然後是 擾貿易的太太 我是這次的是 大概幾次來到台灣 我不記得了 我最激動的就是這次 跟我們華麗寺團員一起參加 這次的旅行 我大概受洗之後 剛剛不到三年 然後就參加這次旅行 我現在就覺得好像在做夢一樣 就是 因為這沿途當中都是十四天的行程 然後 每天都是 不停在看 然後在走 然後就覺得這個 記不下來嗎 對 然後就用手機一直拍拍 然後用手機的這個 沒有你再寫 要講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 太多了 然後就 不知道怎麼 從哪裡講 最感動的就是 我們這些團員 我就覺得 大家有不認識的內口 然後就覺得 大家這樣 都非常親切 然後 哪裡不舒服啦 然後 今天怎麼樣 就是每天都見面的關懷 然後到了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 說信的話 我聖經讀得不太好 就是就約為止 就是覺得 我真的很有壓力 然後這次就 聽了很多那些名字 和地名 然後 還有他的一些情節 我就跟我讀過的聖經去考 去寫 還有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 每次都是 讓老師的歌聲帶著你 出發 然後我們在 早上的靈修 還有牧師帶著我們 一起去 去講一段 每天的聖經的經節 經文 然後就是 我們的 這一次 我們的老大 他像我們這個團裡的團長一樣 每次跟他出行的時候 都非常享受這個旅行的過程 然後 就像我們一個 什麼 一個 一個家裡的那個爸爸那種感覺 然後就變得很依賴他 就有的時候會不聽話 會不聽話 會有的時候時間會覺得 哎呀 沒關係啊 就是會 都說話 對 然後就是 在礦野 大家都生病了 在礦野之前 大家都是 很 很衝 之後到礦野回來的時候 也是自己不夠好 因為 鎮車有跟我們講說 要 6度 氣溫是6度 7度吧 但是 6度7度 我是知道 6度7度的感覺 我們日本的天氣 6度7度很多 可能 這邊大概 風沒有那麼強 然後 但是上去之後 那個 沒有那個 遮蓋 然後 你突然覺得 有恐懼 我 我當時上後走的時候 是因為跟貿易 我們分開了 我是想應該一起前後走 但是 不知道是那種 被他牽過去 那我走不聽話 對 後來跟我上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 突然覺得是很孤單的 然後 就是 恐懼 寒了 其實我穿得還好 有圍巾圍著 但是 人就下雨特別特別冷 然後就覺得這個風是刺骨的 然後 到走走走的時候 我看到駱駱圖前面 那個領駱駱駱駱的人 不在 他不在 他跑到後面去了 他跟那個 他跟那個 跟 你們打電話 然後 前面也是駱駱 我在中間 後面還有一個人 然後 駱駱駱都沒有人呂 如果他是走边边的 不是走这边 他就是走着边 边下面就是那个悬崖 然后我就 那时候就害怕了 休息的话 这段时间反而很恐惧 然后我就祷告 祷告 记得书贞跟我讲过 你有句话的时候 就诗篇23篇嘛 就 你不能大声地祷告 大声地祷告 我怕骆驼 他听着我的话 因为他那个骆驼牵的人 我发现他用他的语言 咕咕咕 咕咕咕 什么这样讲 然后呢 他就会停下 他就会走 他走边边的时候 可能后面也 但是就 大声祷告 就怕他听了 他会不听话 然后就自己 就祷告主导文 反正就是 我能背下来的 就是这两个 其他都背得不好 我就一直祷告 祷告然后 那骆驼有的时候 就把你撅一下 那撅了一下的时候 你就两个腿是夹着的 夹着那个骆驼上 然后就手还不可以 离开他那个 那个 有一个柱子 我是两个手扶着 我当时其实 我是 自己还可以 我就担心 那个 阮弟兄嘛 因为我 他平衡 平衡度不好 我怕他跌下来 然后就 就一直 这个路上都是那种 我就觉得 哎呀 我不上来好了 我不来就好 有一种后悔 有一种后悔的感觉 就觉得 就下来是狠狠的 但是 到上面看见大家了 看见灯了 然后看见 好多好多那个人 就觉得啊 但是那个路真的很长 很长很长 我就觉得 这个当初 这个旷野 摩西啊 还有不戴那里 他们怎么活 真的没有办法活 然后我身上那个 巧克力也有 吃的也有 但是都没有办法去拿 一拿的时候 你这手一松开 就快跌下来 但是呢 后来他那个 迁路的人就跟我说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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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我要 我自己上去之后 我就自己觉得 哎呀 我上来是 非常非常棒的 然后我就在找他 我就喊 有没有 可以不上来 然后上来之后 看大家走赛 就非常非常喜乐 然后就开始攻顶 攻到顶上之后的 那个状态 就完全没有了那种恐惧 就是变着 啊 我这一生足够了 这一生足够了 然后就不停地哭 我记得就一直在哭 我那会儿就 就有一种感动 就是说 啊 我家里的人 他们如果能体会到 我当初的心 就是 哎呀 我就觉得 这是非常非常 因为我家里人都没有信徒 我是第一次被这个 软件传词给我 然后家里的人 就是 嗯 我这次来 来以色列 其实说心里话 他们都不同意的 他们都不同意的 跟我写个什么 什么叫什么 如果你去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是我姐姐的孩子嘛 他 他 日本人你知道 我这次发现了 好多好多地方都没有看到日本人 我看到韩国人很多 大陆的人很多 我都没有看到 就是 我会看 然后他们就讲话 没有看到日本人 我就觉得 日本人 他就不喜欢来这个地方了 因为这个地方 他们认为是 是 站地嘛 好多人都说我 老子有问题了 就是我说 你是被洗脑了 还是这块有问题了 就是那种地方 你要去 你会被那个 什么什么 搞到什么 人知啊 什么啊 所以我就自己 特别觉得 这次 能参加这次旅行 其实要分享的事情 私下有 我在跟那个 我们一下子分享 真的内向是超级超级的感动 是我一生 一生一辈子 就是 就是 不可以忘记的 就不能忘记的事情 再次感谢 杨老师 这么爱我们 还有周医生 真的是 非常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 张宁老师 好 我们来唱一首文艺的诗歌 这首歌是 《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这首歌应该是大家 蛮熟悉的一首歌 很可惜的 好 我们要喜乐心 对 感受 拍照 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你的诱恨是我奔放 虽然恬犯舒服效力 也是普通舒服寂寞 我仍迎求我的身体心快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你的求恩是我安排 虽然看着舒服的笑容 也许葡萄书的结果 我仍迎求我的身体心快乐 我仍迎求我的美 无论的时候我的事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足到日落 我心仅仅仅仅仅 每天赞美不停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只有赞美 她的欢呼 你是永远的神经王 好 好 这首歌你们有发现 福导处怎样 不发望 不效力 感能处不结果 福导处不结果 但是人来要怎样 喜乐感 真的带个话给她 弄感觉就是这样 真的是 所以我们在扣语的时候 我们的喜乐 我们把时间交给 好 好 好 我们接着来金句朗诸 那我们华语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北来 我认为你们 心心为奉献的幸福 若若被焦点在其上 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我认为你们 诶 台语 我 我别误会 诶 台语 我 我认为 台语 我 我认为你们 就拿盈利的心 作烈你来佛塞 全拿盈利的心 作烈你来佛塞 我作与言得起因定 我作与言得起因定 我是愿意 我是愿意 若给你们正人生愿意 Eone But even if I am being poured out I'm here being poured out Like a drink offering On the sacrifice and the service Coming from your faith I am glad and rejoice With all of you 好 我們接著奉獻 如果可以一次來到我們當中明白奉獻